其實在香港女生要踢球 真的很辛苦 就算一個都好 我們都會照樣踢得好 自己都沒有說要踢到什麼時候 還踢得其實都會常踢 我叫陳榮思 通常他們在球場上會叫我陳榮 我踢了起碼都有25年球 我由中五畢業做到現在 我想很久了,我做了15年了 見公時有跟她說我踢球 那時她已經知道我踢球 但她沒有打算我踢香港隊 老闆其實都對她很好 早兩年左右去了日本踢球 她都願意讓我停職 過一過去完成我的夢想 再回來繼續做 我叫Betty 第一次接觸到足球 是我自己想的訓練班 那時是86年 三十多年 現在在足球總會的職位就是女子足球經理 女足最需要增加女足人口 我們希望透過在學校 我們可以公布女子足球 可能未必參與的球員或同學 將來都會踢球 但起碼在社會上女足的認受性是高了 我叫郭靖文 所有踢球的人都叫我巴西 現在在踢公民女子足球隊 踢中堅 小時候就跟郭樂街踢球 小學都跟男生踢 升中學的輸架 真的去報暑期訓練班 又跟女生踢 畢業後就唯獨踢球 可能自己都想繼續 因為可能始終一班隊友一起大 可能由十一二歲 其實有很多都踢到現在 一起 可能那份友誼都會令你想 想繼續在足球上 今天約了男子隊比賽 我們整個星期都拿不到場訓練 唯有要到處聽 有沒有雙數球隊 他們本身有場 我們可以約他們打Family Match 我們可以約他們打Family Match 上次你那次拍那些是怎樣 有沒有成績 那科是拿了A- A- 對 整科拿了A- 算好還是不好 好 拿了A 我怎知道可能你平時 A-最高 男生有時候真的很強 真的太快 他們的速度和身體狀況 都比我們之上優勢很多 有時候如果我們想 我們的球員有些對抗性 有時候真的未必可以 對男生做得到 始終是很不同的 那種對抗 好 杯子我們第一年 我跟MISS第一年帶隊的時候 就是12年的時候 還要打第一回合 我們那時候第一回合 就拿了冠軍 那時候很厲害 拿了冠軍 然後有最佳球員的我們 我記得是泳琴和韋琪 好像分別拿了最佳球員和射手 女子足球 多數是平一夜晚練球的 上班那裡 那間足球學校 都叫做時間自由少少 那變相我早上在辦公室 下午就入學校教球 那晚上就可以踢足球 可以這樣嗎 可以嗎 我怕沒有下次 那今堂呢 完結了自我規矩了 比賽 整天吵架 那我就以後都沒有比賽了 知道嗎 那些人多到瘋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上車 在九龍球 剛才在太子已經上不了車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樣上車 今天練球 練八點多 練完九點半 我們都還有時間洗澡 好一點 平時有時候會練九至十一 或者聯賽 也是踢到十一點的時候 只可以脫回衣服 換一些鞋子 就未必可以洗澡 這次是踢不到 因為早兩個星期前 球隊聯賽的時候 我整團了 辣骨 我家人也不知道 小時候 沒有踢球隊 沒有東西做 放了學 做了功課 可能搞定了 下來就是踢球 因為喜歡踢球 所以喜歡踢街場 我所有的 覆診 下星期二就是覆診 好 手指要不停地移動 做運動 有 醫生叫我不停地移動 那次有胸骨 那次你早告訴我 早快最好 上次免得告訴你 你什麼事都不讓 免得你擔心 現在又是很快 上次醫生都說要兩個月 我一個月已經踢球了 那次是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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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辛苦 放了工 或者放了學 就馬上來投場 看一場這麼辛苦的比賽 我想 全部人都是一個很共同的原因 就是 大家都很喜歡足球 雙環對於我們運動員來說 是最大的敵人 亦都是令我們更加珍惜 每一次的比賽 每一次的練球 每一次做運動員的心愛 當知道差距很大的時候 其實最後的勝負不是看得很重 但是整隊球在裡面 那種士氣就會令到你很想繼續聽 只有就對 拿大陸 這是一起算anna 拿大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